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还说 要是以后我睡不着 可以等他未婚妻睡着了之后再找他 什么 言叙 你来干什么 我一直打你电话你也不接 我只能来这儿等你了 我很担心你 我没事 你手怎么了 发生什么你跟我说呀 你电话也不接 信息也不挥 还有 你跟那个房地产千金 你们演什么戏呢 我们没有在隐形 是我哪里做错了吗 还是 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啊 没有什么误会 我觉得我爸说的对 我好歹也是个公司的总裁 你对于我未来的发展 一点价值都没有 我们因为治病在一起 那未来呢 治好了之后呢 那个时候 我们对彼此一点价值都没有 现在也治得差不多了 现在也治得差不多了 我呢 在这段时间 也遇到了我最合适的人 我问你 你说的 都是你的真实想法吗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对 宋言许 终究是我看错了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有事 你 我爱你 你 我爱你 你 我爱你 你 你 有必要把话说出这么举 既然说得要报了 就别能逗费我 这狗男人 竟然说出这种鬼话 他还说 要是以后我睡不着 可以等他未婚妻睡着了之后 再找他 什么 这狗男人 看不看了他 请你出去